举行相关发布并回答公众关心的问题 出席今天发布会内容 是微信委副主任杨大作 是交通运策局副主任 是房子管理工厂组办公室 是工业和新极化局副主任 是工业和新极化局副主任 去委常委去政府长工 是机工中心副主任 是先请思维副主任杨大作通报疫情 及第3人的检测等情况 各位朋友们 大家好 早上好 下面有我对我是新冠病毒 疫情防空的推行情况 进行通报 一 新增病例的情况 2021年7月29日零到24时 我是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有一例为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病例 没有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即使7月29日24时 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184例 其中82例为轻型 94例为普通型 8例为重型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在85例感染者当中 将临 1157例 11例 建议区 4例 古楼4例 柳花台区 3例 秦桑台区 高层区 科两例 玄武区 七辖区 和车 设立 已经安定 进行证病管理 公众号发布的 决定情况 当中 发现 我们有一个棋牌区 棋牌区 空间点位 这是因为通过流量发现 有8个确诊病例 曾经到过这个棋牌区 打麻将 棋牌区 麻将板的场所 空间狭小 相对封闭 空间质量 相对较差 存在极大的 弹然风险 我们再次呼吁 目前 疫情防空的 关键阶段 大家不要聚集 不参加 聚集的活动 对自己 对家人 对他人 对社会 服务 新增区 病例和 感染者相关情况 通过 《弹经》 发布 《弹经》 等微信公众号 发布 二 医疗救治情况 其实目前 180例 均在南京市 第二医院 汤山院区 南京市 公共卫生医疗中心 在 六 以 清醒 通行 一例 重行 目前是平稳 一例 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 也在南京市 第二医院 汤山院区 集中隔离 和医学管理 三 风险中隔离 和医学管理 三 风险等级 划定情况 根据国家 和省 关于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 精准防控工作要求 经疫情防控专家评估 从2021年 7月30日起 五市 部分区域 疫情风险等级 又进行了调整 江林区 重划街道 新宁村 郭村 自然村 调整为 中风险地区 其他地区 风险等级不变 目前 全市 第三门大规模 核酸检测 正在有序进行 即至今天 上午7点 我是第三门 全员核酸检测 已完成采样 643万 643万人 查出 受力阳性 受力阳性 都是 重力人群当中 在查出来的 还没有检测的市民 请抓紧时间 尽快区域 进行特残检测 在此 也特别感谢 全体市民的大力配合 感谢 在宁 省属医疗 卫生机构 和兄弟城市 医疗卫生机构的 大力支持 我就花过这么多 谢谢 接下来 请 余花台区委常委 区政府常委副局长 罗瑞峰介绍 做好区域内防控 且抓好区区体 系统防御 好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好 首先 我介绍一下 余花台区 确诊病例的情况 截至 7月28号 24日 我区 公报告 确诊病例两地 均已经 送到 病点医院 私立治疗 刚刚 市委健委 通报了我区 新增 医疗 确诊病例 我们 正按照 规定 落实 相关的 网通措施 针对两地 确诊病例 我区 及时 启动了 进医院 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 驯作 隔一 相关人员 两个病例 所在 楼洞 共 共六十六部 二百一十五人 开展 集中 隔离 医学观图 以台南书的 密接 次密接人员 共 三十九人 均以 集中 隔离 医学观图 区外的 十八人 以 全部通知 采取 集中 隔离 二是 迅速实施 封闭管控 两个病例 所在的 凤阳化缘四期 和凤阳新城 一起小区 均以 封闭管控 两个小区 共 两千零五十八户 六千五百七十五人 均以 按照规定 每日一次 合算检测 目前 检测结果 组织阴性 同时 我们组织 社区工作人员 和志愿者 对 中文小学的 住户 提供 买菜购物 快递 代取 药品 代软 就与转业 心理关怀 等 辩民服务 下面 我简单 介绍一下 游亚台区 防疫工作的 情况 一是 落实 南京市 防空指挥 物要求 加强 公共场所 疫情防空的情况 目前 全区 十家电影院 522家 娱乐服务场所 35家网吧 14家 VDA 4家 游戏厅 25家 体育场馆 以及 文化馆 图书馆 美术馆 等 秘密场所 全部 暂停 营业 回程机构 组织班的 线下服务 全部暂停 商场超市 农贸 视察 等 密集场所 落实了 县流 测温 燕马 戴口罩 一米线 等 防空措施 二是 严格 社区管理 我们组织了 近万名 打人战 社区工作者 和志愿者 充实到社区 对全区 246个 有物业小区 50个 没有物业管理的 老旧小区 和 零散片区 全面实行 出入 严格观看 对居民小区 根据小区的情况 合理的设置了 出入管控 人员的进出 必须登记 测温 验网 戴口罩 禁止 外来责任 入队 每天 只早一次 对小区的 中央区 发问值 等场所 进行 规范的 预防疫效果 我们的社区 还利用 居民 危机群 对当前 一些防控 最新的要求 进行相传 提升居民 加强 自我防护的能力 和 配合 防疫的 自觉气 对年老 起入 数据不变 身体残疾的 这一类 特殊群体 我们 安排了 90支 合算检测的 流动服务 小分队 上门 采样 同时呢 发动 测试 网络员 定期 上面的探望 发发生活物资 减少 他们的 外出评测 降低 感染的风险 第三方面 介绍一下 企业的 协同放异 的 企业 游压台区 是中国软件 名存的 核心区 区内 有中信 华雷 等一批 软件 和 信息服务业的 企业 住区 办公的 软件 从业人员 大概有 12.1万 一期以来 我们按照 落实 释放责任的 要求 多数指导各类企业 努力做好 人 物 同化 首先是 管好人 我们组织发动区内 4500部家企业 大约 12万 在场 职工 开展了 总共三轮的 全样核心 检测 我们于所有的企业 企业 与 所有的员工 都签了 的 承诺书 要求所有企业员工 必须 应检 进检 所有的企业 严格 持 疫情防空要求 每日 测温 夜晚 保持 安全距离 加强 个人防护 阻断 传播的 途径 其次 管路 我们要求 进入企业的 所有的 进口 货物 必须实施 从进 必进 同时 专门设立了 有二台区 进口 油快件 集中间晚餐 对来自境外 和国内 中高风险地区的 所有的 油件 快件 进行全面的 核酸检测 和消杀 接着到 昨天 晚二十四时 我们在 建管上 已经给 检测 7485份 油快件 检测结果 都是阴性 第七以来 油安来区的 软件企业 第七响应 创造 不少企业和员工 选择了 居家办公 减少 人员 聚集和流动 企业除了 做好自身的 地形防控工作以外 也 积极地 参与 社会防控 比如 软件股内的企业 东南南京公司 在最短的时间内 被南京市 第三门 全员 核酸检测 提供 系统支持 因为 晚晚 紧急抽掉 74辆的电车 免费 为全市 转院 核酸检测的样子 育尔网 紧急寻找 合作伙伴 连夜 标记 四路舞台 检测仪 和专业技术人员 开展 核酸检测工作 我们也借 今天的 新闻发布会 向在 疫情防空中 关心 支持 宇宙台区 疫情防空的 企业 和 广大市民 表示 重心的感谢 我就发布这么多 谢谢大家 现在 进入 媒体 启动 大体 请 往后再 背景 请 好 谢谢主持人 你好 我是中兴 热中兴 网记者 我有三个问题 和交通相关 一是 如何守好 整个城市的 出租关口 快速有效 阻断疫情 阻断疫情 扩散 二是 出租车 网约车 司机 每天在 相对 密敏空间里 接近的多人 对此特殊行业 有哪些措施 来确保防疫安全 三是 有的地铁线路 现在打碗高峰 依然很多人 那么请问能否 对此合理安排 谢谢 交通的问题 我来回答 第一个问题 是关于 出口的把关问题 我们按照 疫情 管控 全面升级的要求 加强了城市出口的把关 在公路方面 黎临 查验点 由 68个 调整为 75个 25日以来 共查验黎临车辆 41万辆 查验人员 超过58万人 券犯人员 超过45万人 均按规定 进行的处置 同时呢 省厅 省交通运输厅 也在全省 设立了93个 离书查验点 昨天下午 这个 江苏又宣布 临时关闭 21个 高速公路的 输入口 其中啊 有10个 是南京的 高速公路出路 铁路方面呢 铁路南京南站 和南京股车站 共查验了 27万人 劝罚了 3700人 并且为 9.7万人 这个 开展了 这个应急核酸 检设服务 通过铁路 林林的旅客 到昨天为止 已经比平时 下降了80% 另外 为了防范 急剧性风险 从今天 零时起 这个 两个火车站 不再会 这个 书城的旅客 提供这个 核酸服 这个 昨天晚上 已经发布了通告 在水用方面 我们设置了 水上通道 黎丁这个 查验点 五个 加强水上 黎丁通道的查验 禁止靠港 船舶的船员 这个 上岸 这个作业人员 港口的 作业人员 原则上 也不上船 必须上船的 按规定 做好 故人防护 14个 室外码头 和这个 换班船员 都按 防御指南的要求 规范 专班 避凡管理 目前 也暂停了 这个 途经南京的 这个 长江 客船 靠港 在南京靠港 上下客 就是水运航 机场和公路 船员 之前已经发布 23号起 路口机场 国内航空 国内航空 已经停 停 停止飞行 28日 国际航空 也 全部停运 这个 27号起的 南京的 长口客运 和 旅游包车 都已经停运 19个 铁林公交线 已经缩限 至 自运内 运营 你 提到的 第二个问题 就关于 出租车的 这个 出租车或 网易车的 运气 防空问题 连日来啊 这个 出租车的 经营 这个 车辆 这个 连续下降 目前的 这个 巡游 出租车 每天 载营的 车辆 从 一万辆 下降到 两千辆 昨天是 两千 这个 这个 利益 的 网易车呢 由 过去 四万辆左右 下降到 一点 一点五万辆 就是数量大幅下降 为了防止 运行扩散 交通运输部门 加派了 七个 读查组 和 二十个 执法 单元 上路 读查 询查 来保障 市民的 称车 安全 并且 采取了 五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个呢 就是 开展了 驾驶人的 健康码 排查 与公安部门 强化信息 这一页 核实 对健康码 为黄码的 1633名 驾驶员 进行了下线 评训 并且按照 运行防控操作的 规定流程 进行了处置 有网民反映 高德地图 不限制 网马 驾驶员 接单的问题 实际上 高德地图 在南京 不具有 网约车的 经营自治 它支持一个 聚货平台 也就是 通过网约车 通过 高德地图 轿车 它还是要 把单 分到 具有 具有支持的 网约车平台 接单 所以 我们只要 控制住了 网约车平台 就能够控制住 这个 网约车的 驾驶员 而不是 高德地图 是没有 第一支支 对黄码的人员 网约车平台 也是 依利亚学 不幸运的 二是 对驾驶员 进行健康监持 巡游自治 出车通过这个 车载中端的APP 网约车 车载中端 网约车 通过这个 APP 即时发布 每日即时发布 网约车 外面 驾驾驶员的 这个健康体系 监测 驾驶员 每天出车前 必须测量挺文 接凭 放穿 这个健康 规范的 备戴口罩 健康 状况 异常的 驾驶员 当天 一律 停止 上线运营 第三个措施就是开展消毒网约车和出租车的消毒 我们在全市已经设立了46个出租汽车的消毒点 免费为群有出租汽车和网约车开展消毒工作 做到车辆一消毒一单一通通 一四个方面就是对这个出租车的移民开展了这个区域性的管控 对出租车的这个前面已发布过了 出租车不允许出市运营 对在南京的这个高空险地区和中空险地区设立了这个电子围栏 出租车的在这个区域 如果进入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的乘客下单是没法下单 采取了这个电子围栏的措施 第五个我们目前正在要求这个网约车的平台 正在研究这个上线 今天已经开始上线检测这个验马程序 这个驾驶员呢 上传的健康截图 每天上传的这个健康 健康马的截图 通过AI技术进行这个识病或人工判断 教验驾驶员的健康马 只有绿马才能登录接单 这个程序今天上市预计在近日 明天或者是后天 就可以在网约车平台之间来配合 你提到的第三个问题 就关于机械的高通客流量大的问题 目前呢 我们室内的公共交通的客运量已经明显下降 公交的日客运量从230万下降到这个到昨天是72万 地面公交 地铁的客运量从330到350万下降到昨天是106万 这个我们通过监测 这个地铁的早晚高峰的涌起度下降了30%到40% 但是这个公共交通呢 仍然存在特别是地铁 仍然存在着你刚刚提到的拥堵性 地铁计划和公交集团也将根据旅行的情况 我们客流的动态 实时的调整运量配置和管控措施 还有一个呢就是 主通一块呢就是最近有了不少我们坚持了 有不少乘客啊 来问这个近期能不能到南京来 南京广 输入口管控以后能不能进入南京 如果呢你缺须来南京的马 请确认你的健康马是绿马 就可以通行 也请呢 关注南京的 以及你当地的 需要来临的这个当地的防御政治 以免给你的这个书行再来不便 同时让我们倡议 再次倡议啊 南京市民非必要不书行 如果必须出城的 需要提前准备好 48小时的可算这个阴性证明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来过去 有好多群众啊 这个要出行 他到两个火车站去 这个过去做核酸 现在呢 两个地方说的 就从今天零四起啊 两个火车站的这个核酸检设点 已经行亲自服务了 你必须在出城之前 想出行之前 规划行程之前 就准备好 48小时的可算阴性证明 同时也呼吁有条件的市民啊 在早晚高峰期 这个错峰出行 不要在地铁啊 公共交通工具 特别是地铁 早晚高峰 还是有营充的现象 目前还进一步的措施 下一次根据特定的情况 再进一步调整 但是错峰出行呢 这个有利于这个 这个阻力抗拒 这个回答事情 请继续请问 好 好 请 我是现象快报的记者 我想问就是 南京本土疫情发生以来 呃 加工很关心 此次疫情的源头 有没有抓到 是如何传播的 呃 那么在于病毒再跑的情况下 呃 我们呢 这个病例滚地的发布 能不能更早一些 谢谢 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呃 首先呢 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 呃 本次的疫情 52个相关病例的 病毒基因的测序工作 呃 均为呢 第二个毒株 呃 他们的这个基因序列 与这个7月10号 由俄罗斯路径的一架 CA910航班的一例输入病例的 基因序列呢 呃 是一致的 苹果调查发现呢 这些保洁员工参加了这个 这个CA910航班的这个 这个航班的保洁工作 工作结束以后呢 由于这个 呃 这个防护 洗脱的这个 这个不规范 可能造成了个别 保洁人员的这个感染 既然呢 在保洁员的这个人群当中呢 有一个扩散传播 呃 同时呢 该公司的这个保洁员呢 他是同时负责了 国内和国际航班的拉机亲密 呃 机场的这个其他工作人员呢 由于接触了保洁员的这个员工 或者呢 是由于这个接触了 被污染的工作环境 而造成了感染 关于这个病例的轨迹呢 我首先想克服一下呢 什么是油调 油调呢 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 这个油性病学调查的一个简称 呃 油调工作呢 他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寻找这个病例的关系网 呃 进完呢 进行分析 这个病例呢 是在呃 什么地方被感染了 同时呢 他又传染哪些人 传染的范围 呃 其实我们说呢 当这个传染病疫情发生以后 我们的医疗救治 它其实是一个去存量 对吧 那我们的这个 呃 其实预防控制呢 实际上是一个控制量的过程 呃 控制量呢 是为了从源头上 呃 把这个呃 这个病例呢 控制住 从而呢 减少这个下流 医疗救治的压力 那我们控制量呢 最主要的手段呢 就是流行病学调查 呃 简单的说呢 流行病学调查 就是要搞明白这个病例呢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那这个时间呢 这个呃 这个设定呢 我们根据不同的传染病的疫情 也根据我们的这个 这个流行病学 这个调查的这个目的的不同 可能呢 不一样 有可能呢 是一周 也有可能呢 是更长的一个时间 那在这段时间内呢 病例呢 他曾经接触过什么人 去过什么地方 进行过哪些活动 呃 走过什么路 这样呢 我们把他这个这个 这段时间的这个 所有的发生的这个事件呢 都搞清楚 这样呢 重来理清楚 他的这个基础啊 找到这个相关的人员 也就是呢 控制呢 这个传播的一个增量 对于每一个病例呢 我们一般会安排一个 至少三到五人的一个 流调小组 首先呢 对病例呢 进行一个询问 那这个询问的时间呢 呃 根据这个 诡计的复杂程度 也根据病例的 他的这个 配合的程度 呃 以及呢 这个回忆的清晰度等等 可能呢 时间会有不一样 但是呢 至少呢 也要花到呃 三个小时的时间 在询问完病例之后呢 我们还要到现场 去排查这个 活动的这个 一个相关的场所 呃 比如这里举个例子 病路如果病例说 他去参加会跟聚餐 那我们去现场呢 就要去排查 可能呢 会不停的追问很多的细节 比如说呃 是去的呃 哪一个酒楼对吧 有没有就是趁坐电梯 还是自己爬楼梯 然后呢 在这个呃 电梯里面 你有没有戴口罩 有没有其他人跟你同乘电梯 呃 在这个就是 在这个聚餐的时候 你身边坐的是哪些人 然后你坐的这个位置 呃 有没有这个 比如说有没有空调啊 或者这个房间 有没有空调 呃 然后呢 在这个聚餐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去过洗手间等等 这些的细节呢 都是要进行追问的 呃 完成了病例的个人询问之后呢 这个流调员 就要根据他提供的线索 去呃 去呃 去现场进行一些流调 同时呢 我们把各个组的这个流调的信息 汇总之后呢 还要进行一个交叉的验证 这样呢 就是能够呃 最终的保证 就是我们的调查的轨迹啊 就是正确的 是清楚的 所以呢 这样一个过程呢 是要花费很多时间的 呃 我们在这个公布轨迹的时候呢 等了了几百次 实际上呢 每一个时间 每一个地点啊 都是后面呢 其实是我们流调人员的 辛苦的一个劳动付出 呃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 呃 目前呢 针对这个确诊病例的流调的 这个工作呢 现在加速开展 目前呢 在公安部门的这个支持下 以及呢 在实力的统统 以及其他市的 这个兄弟城市的一个 对我们分派的人手 后面呢 我们的这个 呃 游行病学调查工作呢 呃 一定会这个 加速的开展 呃 也请大家放心 在我们掌握和最清楚 所有的相关资料呢 我们会第一时间 呃 嗯 嗯 嗯 您问呢 这预约疫苗接通的问题 是吧 对 预约疫苗接通这样 那个最近呢 这个 这个 这个很快的忙了 就要做这个安排 做做安排 听下来之后 因为呢 我们是中国 八复会 或者是中国其他的行政 在这些问题 好 你好 我是南京日报的记者 我想问一下 关于企业疫情防控工作开展的情况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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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讲企业防控啊 是我们 疫情防控的 非常重要的地方 企业防控做得好不好 帮口扎得牢不牢 应该讲 事关 全是防疫的大权 那么 疫情发生以来啊 我们按照 疫情防控全面升级的 很多要求 多方组织力量 全力落实企业 疫情防控的特殊要求 一呢 是落实 到企业的防控室 那么 目前啊 我们全市的工业和技术化企业 商贸融通企业 科研机构 一共有7.6个家 建筑工地是2677个 这个 这个我们进行了全面的摸牌 主要的摸牌有了路口机场的金亭市 中高工程地区的旅机市的这些游牧 那么 那么截止到昨天 我们已经摸牌出 14天内 中高工程地区旅机市 以及7月10号旅来 路口机场 经营的企业 是11000人亿的 全市载电工业 若干出中高工程 旅机市的 立场是3274米 均以规范整体管理 20多到0连 2.6%到0连的 和厂所的管理 3.5% 加强工业企业 员工的出行管理 实行企业到住所的 比较连线上的模式 那么最大限度的 来减少为远的远速运动 那么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这些企业 我们原则上要求是居家办公 线上网络 另外对餐饮 商场 超市 这些进入场所 要严格的落实 包括控制比如讲客户的密度 直接消杀了相关的要求 那么建筑工地 我们要实施封闭的关系 尽量会减少客户的流动 严格落实包括现场的软件制度 隔离和防空措施 第三个方面 我们是落实到读查检查 和精准的服务室 我们市面和信息化局 对全市三次家 3000以上的大企业 我们使用了派出副厂院 来进行读找检查 我们是商务局 是科技局 分别对64家 10万平方米以上的商贸人工企业 和两家重点的科研机构 进行读找检查 是建议 对全市2677个建筑工地 进行专项的读找检查 另外我们也采取了分析分类 和企业的服务机制 来先加解决我们企业 在核酸检测 发明物资 企业经营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目前我们帮助 像电缸啊 中车辅证啊 等企业来解决交通路由 包括公共链 空虚等一些重点环境 665问题 办理的迷营检验点 这个车辆通行证啊 以前600多张 通商园组织和发动企业 为全市的行动防控 做多贡献 我们建立了63家重点的防营物资生产的保护企业 同时抓好向浮压制服车啊 防护服务 刹刹用品防营物资的生产 近期呢 这个我们开出厂员 对南京三家生产 这个负压制服车的企业 进行现场服务 然后确保他们开足马力 生产负压制服车 我们为江营区 协调解决了急需的 600多台电动物流配动车 同时我们组织三大营商啊 让我们家的3000多人的队组 前往2000多个我们全市的核酸铁 在这里进行群警 来保证我们核酸检测点的中心抗争 我想也借此机会 再次的创业 能有条件 这些企业 能够尽量的安排居家办公 现场办公 我能让我们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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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新中处众教授 记者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设计居家的这个 医学最方管理人员 不分得清楚 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包括这个居家消毒 需要去注意一些什么 想做主要看 第二个是关于我们的疫情通报中 看到有网很小 还有轻转的 想问一下新一轮的这个 新一段飞行中 有哪些是预感的预讯 谢谢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了 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 居家的这个 医学管理的概念呢 一般我们分两种 一种是居家隔离这个医学观察 一种是居家健康监测 在本轮疫情发生之前呢 我们对从境外来的 或者是国内中央区检地区来的 这个呢 这个人员呢 我们是先试试的这个集中 医学隔离观察 条件不具备的呢 就是这个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在隔离医学观察结束之后呢 我们再进行一段时间的这个 居家健康监测 具体来说呢 居家隔离的这个医学观察 它是对这个 暴露风险较高的这个人群 实施了一种这个 医学的健康管理 它的最显著的特征呢 就是这个足够出户 它要求呢 在这个乡镇街道 或者呢 村居委会的这个指导下 管理下 要有单独的房间居住 要有独立的这个微占设施 并且呢 房间呢 应该这个通风良好 它的这个活动区域呢 与这个家庭类其他成员的这个活动区域呢 不能产生重叠 房间内呢 不应该使用风调 特别呢 适合其他房间 如果共用的这个中央风调呢 是绝对不能使用的 与家隔离的时候呢 应该可被一些 就是基本的一些消毒的 一些设置的 像消毒液啊 发色消毒液等等啊 以及呢 这个像消毒纸巾啊 外科口罩 并且呢 这个家里的垃圾桶呢 也应该用这个塑料袋呢 给它套住 这样呢防止呢 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一个交叉感染 居家健康监测呢 它是对这个相对来说 这个风险较低的人群 实施了一种这个医学健康管理 它是指呢 在这个商政街道 或者呢 村居委会的这个指导下 管理下 进行的一种自我的健康管理 这个情况下 它是可以和家里人的同吃同住的 这个居家健康监测呢 需要注意呢 就是非必要呢 不外出 如果呢 需要外出的话呢 就是需要向这个 村居委会要提出一个申请 并且呢 把这个外出的这个时间啊 内容啊 要去的地点啊 都要告诉他们 经过同意以后呢 方可外出 外出期间呢 要注意呢 不能去参加这个聚集性的活动 不能呢 参加这个线下的这个会议啊 不能够去一些这个微地场所的 就是一些这个这种场所 像这个KTV啊 歌舞厅啊 律室啊 这些呢 都是不能进入的 并且呢 在外出期间呢 不要乘坐交通工具 要做好这个个人防护 比他人呢 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 关于这个居家期间呢 这个如何消毒呢 我在这里呢 也介绍一下 首先呢 还是要请洗手 如果呢 有流水的情况下呢 我们也不建议 就用那个免洗手的这个消毒液 我们还是用这个 流水啊 和这个肥皂啊 这个清洁 进行这个守卫生 当然如果在没有流水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用那个免洗手的消毒液 第二呢 就是对这个家里的这个 通风啊 消毒 每天呢 至少要开 这个两到三次的这个 开窗通风消毒 每次呢 大概三个小时左右 这个 在家里的时候呢 这个家里的这个马桶啊 这些时间这些都是消毒的重点 可以采用呢 含氯消毒剂呢 进行消毒 那这个垃圾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含氯消毒剂呢 喷洒湿润以后呢 把这个带桶呢 扎紧 然后呢 根据这个垃圾分类的要求啊 投放入这个相应的这个 嗯 投放入这个相应的这个这个 这个 垃圾分类桶 嗯 这里呢 我再强调一下 就是有一些这个化学消毒剂呢 它是具有腐蚀性的 所以呢 在进行这个消毒的时候呢 要进行一定的这个个人防护 嗯 另外呢 就是呃 酒精的使用呢 一定要注意 就是我们这个75%的酒精 这个是可能 嗯 很多家庭可能觉得用的比较多的 但这个呢 酒精呢 也不能就是大面积的做一个 在空气里面啊 做一个这个风扎 也不要呢 就是噴洒在衣物上呢 进行消毒 嗯 同时呢 也不要用于空气的消毒 因为呢 酒精呢 遇到灵火 嗯 它会燃烧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提醒这个知名朋友 嗯 噴洒呢 高盲度的酒精之后呢 不能立即做饭 打电话 吸烟啊 使用电文拍 嗯 这些呢 就要提醒大家注意 嗯 关于刚才呢 周围记者提到的 易感人群的问题 嗯 这个 外地人的这个易感人群呢 在各个年里段 都是这个 容易感染的 所以呢 就是不存在所谓的 这个 也依然完全 好 谢谢 好 今天呢 请问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 记载的关心与支持 今天呢 新闻发布会 到处谢谢 谢谢 嗯 谢谢 谢谢 明镜子 先别人 明镜子 下来 明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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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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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